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月坏 风出并作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中山国被灭了 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西门豹留守中山国 岳阳带着胜利的喜悦和丧子之痛 一起回到了魏国 在这过去的几年当中 魏文侯用人不移 用的人包括置业的新门报国的岳阳 岳阳子前后三年时间拥兵在外 魏文侯用人不移鼎力支持 这才使得岳阳子全功而返 自古以来人都是俗气的动物 一旦有了功难免自傲 岳阳虽然没了个儿子 但是却得了大功 回到魏国以后 自罚有功 常常洋洋自得 而且他认为魏老大肯定会大大大大的奖赏他 可是庆功宴结束以后 魏文侯只是让自己的秘书 也就是主书官给岳阳送来两个大箱子 而且是密封的 而且特别交代 一定要到家里才能打开 岳阳就想了 哎呀 这老大 你看太讨气了 还跟我玩神秘 玩躲猫猫呢 你啊 嗯 我看呢 这里面不是黄金就是珠宝 还是挺沉的 八成是老大觉得 如果我当场打开 旁边的人一定是羡慕嫉妒恨的 所以才让我回家打开 老大想得周到啊 于是 岳阳也不想太多了 心急火燎的 就冲回家里 赶忙把箱子都打开了 打开一瞧 眼前一亮 接着又眼前一黑 顿时石化了 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呢 箱子里满满当当的 装的全是奏折 原来这都是大致们 弹劾自己的小报告 这就是岳阳在围中山城的后期 顿挫无功 群臣上书提意见 要求调回来的小报告 满满的两大乡啊 岳阳看罢 才知道原来魏老大当初是力排众议 力挺了自己 这个心理反差太大了 立刻就羞愧了 赶紧绕了个圈 爬下来向魏文侯的方向跪拜两次 第二天 岳阳就上朝去感谢魏老大的信任了 他说 主公 若不是您力挺我 我怎会有今日之成就啊 别说这两大乡的奏折 其中任何一块板 就可以要我的命 就可以让我前功尽弃啊 灭中山之大功 不是我岳阳之力 是您鼎力支持之功啊 当然 魏文侯也不是那么抠门的 如果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只赏了两筐废竹板 那 知道的 说你是力挺他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打赏熊猫呢 于是 魏文侯就把中山国的灵寿 这个地方 封给了岳阳 不过 兵权 可得收回来 想当初 岳阳在中山前线 吃了一杯 自己儿子的肉 这里的杯 还得和您解释一下 魏文里面的这个杯 是上面一个 不是的布字 下面加个器皿的皿字 现在已经不大用这个字了 但是日语单词里还有 就是世界杯的那个杯 样子就像一个 没有点燃的火炬 只是一个碗 上面再加上一个 细柱状的长腿 可以握在手里的那种 当初 岳阳的儿子被做成了肉羹 就是倒在这一种杯里的 这个样子说起来吧 就有点像放大版的雪糕桶 当初 岳阳在把自己的儿子的肉羹 一饮而尽的时候 我想他心里一定是很怀念 当初在乡下的日子 和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在一起 孩子骑着竹马 一家人 吃上节庆的猪肉 喝上年底的饱酒 往事一亿 世事变迁 老婆不知在哪里 孩子却在罐子里 所以岳阳一仰头 把自己儿子的肉羹 给吃掉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 心里变得震撼 是无可比拟的 不仅仅是在前线 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 魏文侯也很感动 他说 岳阳喂了我的缘故 居然能把自己的儿子的肉 都给吃了 实为忠臣啊 但是 一样米 养百样人 同样一件事情 到了别人的心里 那就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魏文侯身边 有一个嫉妒的人 他的名字叫 赌诗赞 他的想法 是完全两样的 他的肚子里 那满肚子都是嫉妒 他立刻上来 献谗言了 赌诗赞 干脆把岳阳比成当初的坏蛋易雅 易雅的故事 以前也为您说过了 他是齐桓公的三宠之一 另外两宠 一个叫树雕 是个太监 另外一个就是放弃自己的爵位 前来当小弟的公子开放 易雅本来是个厨师 是报淑雅手下的一个出名的厨师 也是中国厨师的祖师爷 所以后世人说 要去改善改善环境 下下馆子 吃顿好的 叫成打牙计 就是从他那来的 那为什么赌诗赞 要把岳阳比成易雅呢 就是有那么一次 易雅给齐桓公 做了一顿烤乳猪吃 齐桓公吃得赞不绝口 吃着吃着满嘴跑火车 就说 哎呀 你看这个乳猪是这么好吃 那么小孩的肉 是不是也很好吃啊 本来齐桓公就是开个玩笑 但是易雅回家之后 就把自己三岁的儿子给宰了 做成一道菜 献给齐桓公品尝 所以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历史名案 而且易雅到最后也造反了 现在赌诗赞 把岳阳比成这个坏蛋易雅 意思就是说 岳阳现在敢吃自己的儿子 总有一天 也敢把主公您给吃了 这种说法 到了两千年以后 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这本书里面 也得到了印证 那个原话是怎么写着 说是一片吃得 自然整个也吃得 可想而知 这根本就是中国人的思想逻辑 几千年都没变过的 魏文侯听了赌诗赞的话 虽然封赏了岳阳 但是还是夺回了兵权 因为他已经开始怀疑岳阳了 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重用他 岳阳虽然是不一出身 所以对贵族的孝啊词啊什么的世界观 讲究的不是很多 所谓的不一嘛 他的特点就是以办成事 把事业成就作为自己的标准 办成了就是美的和有价值的 办不成那就是丑的和没有价值的 所以他的价值观就是事业有成 于是在过程当中也不在乎 孝啊词啊忠啊信啊这些礼法 甚至有些不择手段 但是对于魏文侯啊赌诗赞啊 这样的贵族们 他们认为忠孝慈信仁 那是有价值的 那如果不这么做就没价值 于是您也可以看到了 两者之间价值观如此不同 这也就是为什么岳阳立下惊天大功 却不被当时的主流所承认的原因了 随着战国故事的发展 随后即将隆重登场的张仪啊苏秦啊 他们也是不疑 他们的遭遇也非常的相似 但是不依这种价值观 所谓的笑啊词啊爱啊人啊 并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把事情办好才最重要 这种想法是非常接近 正在萌生的法家的思想 法家是以事工论英雄的 其实魏文侯也有法家的思想的 所以应该不会很介意岳阳的不辞 但魏文侯毕竟是生活在儒家的人校理法时代久了 所以他怀疑和不看好岳阳也在所难免了 不过魏文侯毕竟已经有了法家思想的启蒙 所以他也开始尝试改变几百年以来的价值观和制度当中 不符合潮流趋势的部分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就为您大概的介绍一下 他手下的几个能人 介绍了这几个能人 您就知道 用这些人就是因为魏文侯想改变些什么了